一起来做默想祷告 全能的上帝 我们相信我们心灵的伤痛 我们内心的伤痕 唯独上帝医治我们 我们告白 我们是如此没有用 我们是天下最没用 最污秽肮脏的恶人 而上帝使我们成为真心的心人 今天我们求上帝 使我们成为新人 使我们成为有福的人 有新的开始 在这时间求上帝的话语运行在我们心中 使我们做上帝话语的见证人 使我们在这世上 把一切的荣耀献给上帝 我们的父 使我们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求主赐福于我们的家庭 您告诉我们 这一切从我做起 当我们在基督里被造就起来的时候 上帝负责我们的家庭 求主赐福于我们的家庭 使我们的家庭 得到上帝的祝福 使我们在生活中 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照亮身边的人 使我们在这世上 生活的时候 做爱国者 求主使用我们 使我们做符合上帝心意的 义的器具 使我们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给整个人类带来益处 做光做盐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来告白一下阳 我们内心的伤痛 我们内心的伤痕 唯独上帝医治我们 上帝主宰着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一切 当我们相信的时候 能得到祝福 而不相信会遭受灾难与咒诅 我们在生活中只有 选择这两条路中的其中一条 我们找一下约安福音十六章十九节 如果藐视上帝的话语 甚至嘲笑上帝的话语会怎样呢 就成了法利塞人文士了 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四节 贪爱世俗的钱财 贪爱世俗的名誉 这时候肯定是藐视上帝的话语 我现在遇到的痛苦的事情 这首先是因为 我心里没有信心 是属于地狱 我内心痛苦 我内心难过的时候 分明是因为我成了恶人 我内心平安的时候 才是属于信心的 我在行恶作恶的时候 只会遭受灾难与咒诅 而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怎么还是不领悟呢 约安福音十六章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二 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 阿们 什么是罪 不相信上帝就是罪恶 不相信什么呢 不相信谁 我们再来读一遍 那什么是信心呢 怎样才能真实地信奉主耶稣基督呢 我们找一下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五节 上帝让我们时刻醒查 我内心是否有这信心啊 好多人说我信 但是我的行为却违背上帝的话语 好多人说我自己信得特别好 结果都是在犯罪了 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二 你们总要自己醒查 有信心没有 也要自己试验 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 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阿们 今天上帝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就是信心 上帝让我们时刻醒查 我心里有没有这信心 让我们时刻醒查 我心里有没有信心 如果我没有信心 我们大部分人心里没有信心 但自己没有感觉 所以我们要时刻醒查 我心里到底有没有这信心 这信心是不是上帝赐予我的礼物 还是说我以为在信 而且觉得自己信的还挺好 这信心是耶稣基督在我心里的时候才是信心 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五节 我们再来读一遍一二 你们总要自己醒查 有信心没有 也要自己试验 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 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阿们 上帝说了 我心里没有信心的时候 就是被弃绝了 我们为什么信奉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呢 信了才能去天国 信了才能按照这信心 如是为我们成就 我们一定要信 而我们呢 分明不信 我们不相信上帝 约翰福音一章一节 我们心里都不相信上帝的话语 但是我以为自己才信 结果这都是成了问题了 什么是信心呢 上帝让我们时刻醒着我心里有没有这信心 我内心有信心的时候是耶稣基督在我心里的时候这才是有信心 否则是被弃绝的上帝并没有说牧师就有信心 在座的各位 大家都希望得到祝福来到了主面前 我瓢牧师也一样 来到了主面前 求主赐福于我们 而这信心正是耶稣基督在我心里 使耶稣基督在我心里 进入到耶稣基督里 正是要做上帝的儿子 我们来找一家 加勒太书三章二十六节 这信心就是要做上帝的儿子 好多人都分不清我心里有没有信心 以为聚在一起就有信心 以为来到教会就有信心 信心是什么 耶稣基督在我心里 这时候夫妻关系一定是和睦的 这才是有信心的表现 夫妻关系是幸福的 是和睦的 上帝告诉我们 在基督里一切都是合一的 首先我内心是平安 我内心是一条心 夫妻之间成了一条心 家庭成了一条心 整个教会成了一条心 整个国家成了一条心 是和睦相处 是幸福的 每个国家都喊出口号 说要和平团结 而唯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使我们成为和平团结 和一的 这福音这信心是什么 正是让我们做上帝的儿子 怎样才能做上帝的儿子呢 使我们进入到基督耶稣里 而这一切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 以赴所说二章八节 这一切我自己是做不到 唯独上帝赐予我们这信心的礼物 我们才能做得到 那这基督耶稣是什么呢 基督耶稣正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 正是信心 这基督耶稣这么一句话 这基督耶稣 就包含了所有的奥秘 正是上帝的奥秘 上帝的奥秘让我们认识基督 基督的奥秘正是使基督进入到我们心灵里 而这时候还要通过虔诚的奥秘 通过了虔诚的奥秘 就能使信心的奥秘降在我们身上 基督耶稣这里面就已经包含了所有的奥秘 而我们却连一点奥秘都不认识 怎么能成了上帝的儿子呢 我们不认识这基督的奥秘的时候 心里也不平安 我心灵不平安的时候 就说明信心已经离开我了 天文在前书六章十节 上帝告诉我们 正是因为我心里没有信心 所以才担心忧愁 我心里有恶念的时候 这信心已经离开了 什么是信心 信心是让我们做上帝的儿子 这是非常非常庞大的拥许 做上帝的儿子 这是非常了不得 是非常庞大的 就比如说在这世上 如果有个人成了一个财阀的养子 就觉得哎呦可了不得了 哇 您可成了一个财阀的养子啊 哇 那您是不是也能承受那个家庭的财产呢 而上帝可是全能者 能做全能者上帝的儿子 这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全能者是我们做上帝的儿子 而上帝全能者是医治我们的 所以我们的疾病会得到医治 也能得到财富的祝福 我们得不到 我们没有得到医治 是因为我还没有成为上帝的儿子 就是说我心里还没有信心呀 加勒太说三章二十六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 阿们 这信心是什么 这信心 这本身这信心 就是让我们进入到基督耶稣里 进入到基督耶稣里 就是让我们做上帝的儿子 好多人心灵没有喜乐 说明这时候没有信心 如果我们成了上帝的儿子 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 都会喜乐充满的 如果成了上帝的儿子 就能得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祝福 正是因为我们没有成为上帝的儿子 所以得不到这样好的祝福 所以上帝让我们时刻醒着 我心里到底有没有这信心 上帝让我们醒着 我们是否成了上帝的儿子 上帝让我们醒着 我是否在基督里边呢 而我们都不知道 我现在是在基督里呢 还是在基督外边呢 如果我进入到基督耶稣里 这正是信心 这正是做上帝的儿子 加勒太书三章二十六节 我们再来读一遍 一二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 都是上帝的儿子 阿们 这信心是什么 如果说我们有信心 上帝让我们所有人都醒着 内心是否拥有这信心 拥有信心 正是进入到基督耶稣里 如果我们进入到基督耶稣里 那我们就成了上帝的儿子了 这是上帝所记录下来的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 省察一下我自己 我到底心里有没有这信心呢 再说到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进入到基督耶稣里 才是拥有信心呢 这是上帝所规定的 进入到基督耶稣里 上帝把这一切都以奥秘的形式 告诉了我们 基督就是奥秘 信心也有信心的奥秘 这一切都是奥秘 所以我们首先要认识这奥秘 好多人都不认识这奥秘 光说自己有信心 结果都成了假的 如果我们不认识基督的奥秘 也不传基督的奥秘的话 但是有些人传基督 为的是出自己的名声 带着结党结派 带着妒忌来传 这都是要遭受灾难与咒诅的 基督 基督是让我们合一 基督是让我们和睦的 以复所说一章十节 我心里成了一条心的话 夫妻之间关系就自然和睦了 当今为什么这么教会 夫妻关系不和睦 不和平呢 这时候说明我心里没有信心 是个假的教徒 上帝让我们时刻 警察我心里有没有信心 而我们却不相信上帝的话语 不相信就是在犯罪呀 约翁福音十六章九节 好多人自己在犯罪 却没有一点感觉 上帝是要赐福于我们的 就在这十节 有些信徒现在生活特别的困难 而尽管这样在听讲道的时间 还在打盹 不愿意听上帝的话语 不听上帝的话语就会遭受灾难以作主 所以我生活困难 这都是我一手照常的 不怪别人 真言十四章一节 真言十四章一节 面对我们的耶稣 我们无论不分男女 我们都是耶稣的心腹 信心是要做上帝的儿子 这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允许 好多人来到教会 却没有信心 我们没有信心的话 是要去地狱的 而靠着信心我们能去天国 靠着信心使我们做上帝的儿子 只要成了上帝的儿子 一定会能显现出来 上帝为上帝的儿子 预备了一切的好的祝福 这正是耶华以乐的祝福 就比如说在这世上 富有家庭的孩子 具有丰富的财富 那贫穷的孩子 可能很缺乏 而全能者上帝 做我们的父亲 我们的生命都在上帝那里 上帝能让我们活 上帝能让我们死 加勒太师三章二十六节 我们再来读一遍一二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 都是上帝的儿子 阿们 这信心是什么 这信心是要做上帝的儿子 那怎样才能做上帝的儿子 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 这时候才能做上帝的儿子 这上帝所规定的 不照着上帝的话所做的话 就成了灾难与救主了 我们要常常待在基督里边 基督正是我们的盼望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 上帝是让我们常常在盼望里生活 我们心里不仅要常常有信心 还要常常有着盼望 而在座的各位 我们心里却没有盼望 心里也没有信心 而我们自己却一点感觉都没有 好像还以为自己有信心 有些人说我有信心啊 那么就问您一下 您既然有信心 为什么情况还这么的不好呢 赶紧领悟您心里根本就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的信徒在这时间就会在打盹 听讲道的时间在打盹 然后呢不听讲道的时候很是精神 总是跟上帝作对反着来 有些人说我太累了 总有理由总爱狡辩的 是无法领受真理 也无法领受圣灵 犹大书一章十五节 凡是带着理由爱狡辩的 这都是属魔鬼的 我朴牧师也亲自体验过 今天这信心是什么呢 信心是要做上帝的儿子 是做上帝的儿子 所以哪怕这一句经文 我们正确地领悟了 上帝让我们省察 我内心是否有着信心 我是否成了上帝的儿子呢 如果我成了上帝的儿子的话 这一定是上帝一定会通过我显现出来的 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 上帝说上帝让我们通过我的好生活 通过让我们的 上帝是让我们在生活中 通过我们的好行为 照亮身边的人 照在人前 拥有信心就是要做上帝的儿子 靠着什么做上帝的儿子呢 一定是要在基督耶稣里的时候 才能做上帝儿子 我们再来读一遍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一二 所以你们应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 阿们 这一定是在基督耶稣里才能做上帝的儿子 一定是要进入到基督耶稣里 离开了基督耶稣就是做不到上帝的儿子 而我们呢 我们常常就跑到基督外边了 加拉太书一章六节 我们回到加拉太书一章六节 我们找下加拉太书一章六节 哪怕语气经文 正确的领悟 正确的认识了 如果我们认识了 我们领悟了 就行为上如实的跟得上 行为上要照着上帝的话 也如实做 这才是真实的领悟了 我们活一天 在耶稣基督里度过了这一天 还是说 在基督外边里生活的这一天 肯定是有不同的 唯独认罪悔改 才能进入到基督耶稣里 只有认罪悔改的时候 上帝使我们进入到基督耶稣里 这正是上帝的奥秘 上帝的奥秘 是让我们认识基督 格鲁西书二章二节 如果我们认识了基督 我们行为上是要纯正的 我行为上虔诚的时候 基督才会进入到我们心灵里 这时候我们在基督里 做崭新的新人 就不是说我们去澡堂子里 要洗澡搓澡 而我们刚在那里玩水 那这时候就什么都不是了 信心是要做上帝的儿子 怎样才能做上帝的儿子 我们一定要进入到基督耶稣里 才能做上帝的儿子 只要我们进入到基督耶稣里 而我们太容易就离开基督耶稣了 上帝很明确地就指正我们的错了 我们很快就离开基督耶稣 所以上帝让我们时刻醒着 我们是不是在基督耶稣里生活呢 我是不是成了上帝的儿子呢 还是又跑到基督外边了 加勒大师一章六节 我们读一下 一二 我稀请你们这么快离开那 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 去从别的福音 阿们 真的好奇怪 真的好稀奇 我们进入到基督里的时候 是靠近耶稣 进入到耶稣里 成为拥有信心的人 做上帝的儿子 而我们说是蒙恩典 这恩典唯独靠着基督 使我们蒙恩典 靠着基督的宝血 做四季端悔改 使我们蒙恩典 而我们蒙了恩典 又这么快离开基督 这怎么这么的可悲呢 所以我们很容易就离开基督 又跑到基督外边 又跑到信心的外边 我们再来读一下 加勒大师一章六节一二 我稀奇 你们这么快离开 那借着基督之恩 教你们的 去从别的福音 阿们 真的是太稀奇了 分明是靠着基督 靠着基督的保险 洗罪 认罪 苏西极段 悔改 使我们蒙恩典 靠着基督的奥秘 使我们蒙恩典 使我们的祝福了 因基督之恩 招我们 而我们却这么快离开基督 在这世上 离开基督就没有其他的福音 其他的福音都是属于灾难与咒诅的 所以当今如果去听一些没有基督的讲道的话 就是要掳虑灵魂的假的讲道 我们找一下 各路西书二章八节 那么为什么还要去听没有基督话语的讲道 为什么还要去听没有基督奥秘的讲道呢 上帝的话也不是来靠背诵的 上帝的话语是要实实在在 我们通 上帝的话语是 我听了还要 行为上纯正 罗马书二章十三节 听了上帝的话语光背诵 这时候是与上帝作对与上帝成了仇敌 听了上帝的话语 我行为上如实的改正过来了 我的行为上如实照着上帝的话语做了 这时候才会有奇迹发生 而我们呢 因基督之恩进入到基督里了 然后呢 很快又离开基督又背叛基督 这是最可怜的 我们在这世上 哪怕活一天 与主同行的这一天 好比世上的千年呀 是一篇八十四篇十节 哪怕我们在这世上只活一天 也要去天国 在这世上活了一千年 最终要去地狱 那太惨了 而属魔鬼的呢 就偏不爱听上帝的话语 约翁弗音三章十九到二十节 恶人不爱听上帝的话语 恶人爱听魔鬼的话 恶人爱听魔鬼讲的理论 哎呀 报纸上说了 怎么怎么样 那么 报纸里提到的 就是某个学者的一些理论而已 我们国家 大家知道 没有基督奥秘的地方 都是灾难与咒诅 我们国家的教会 为什么都说成了假的教会呢 都是因为不认识基督 不靠着基督的保险 洗罪认罪 没有基督奥秘的时候 夫妻关系肯定是不和睦的 再怎么辛苦 再怎么努力 凡事没有进入到基督里 都是灾难与咒诅 夫妻关系不和睦 儿女也操心不听话 夫妻关系不和睦 儿女成了操心的孩子 父母 如果说孩子们 没有兄弟有爱 对自己的父母也不孝的时候 在社会上 已经是有问题的孩子 所以这时候能做爱国者吗 如果我们没有做爱国者的话 说明我们都是连累了国家 做一些造反的事情 这都是因为当今 我们没有好好信耶稣的时候 都成了连累国家 害国家的人 不好好信耶稣 都是要去地狱的 所以上帝说 没有基督的讲道 都是要去地狱的 哥路西说二章八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你们要谨慎 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 和虚空的妄言 不照着基督 乃照人间的遗传 和世上的小学 就把你们掳去 阿们 并没有跟随基督 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生活的话 上帝说了 照着基督的恩使我们招 招进来 我们要知道基督耶稣里 这才是拥有信心 是做上帝的儿子 而我们离开了基督 又跑到灾难宇宙主了 这就是拥掠灵魂的讲道 那假的讲道已经很是严重的 还要去听假的讲道吗 有些人说我不明白 所以我才去听了假的讲道 尽管是不明白的时候 所犯的罪 那也叫罪 不跟随基督的话 那就不叫讲道 是掳掠灵魂的 是害灵魂的 如果我听了一些假的讲道 是使我的灵魂受掳掠 是要去地狱的 害死自己的子孙三思代 大家却没有觉悟 还不警醒过来 我们国家经常讨论 我的信仰生活虔诚 或者谁的信仰生活虔诚 唯独上帝判断 我们的信仰生活 到底是怎样的 我们却随便判断别人 随便判断别人 都是要受灾难与救主的 上帝告诉我们 拥有信心 是让我们做福的全员 只要我们做了上帝的儿子 我们就做祝福的全员 就如亚伯拉罕一样 再来他说三章二十九节 我们来读一下 这是非常好的祝福 而我们却为什么 不愿意领受这么好的祝福呢 上帝是要把这好的祝福 都给到我们 通过基督使我们 领受这好的祝福 创世纪十一 创世纪十二章 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祖上 上帝和亚伯拉罕所立下的拥许 当我们进入到基督里的时候 我们也能领受这上帝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再来他说三章二十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二 你们既属乎基督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照着拥许承受产业的了 阿们 上帝的养许承受这六十六卷圣经的话语中 使我们在这世上得到祝福 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做真实的爱国者 使儿孙得到祝福 这是非常宝贵的祝福 而且还赐予我们上帝的智慧与知识 使我们做强有力量的人 当我们属于基督的时候 这一切都是当我们属于基督的时候 怎样才能属于基督呢 这正是上帝的奥秘 再说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都说我们要有信心 上帝让我们省察 我心里有没有这信心 信心正是让我们进入到基督耶稣里 如果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时候 我们才是做上帝的儿子 上帝是做什么的 三摩尔基上二章六节 上帝能让我们活 上帝也能让我们死 上帝给我们疾病 上帝也能医治这疾病 上帝赐福于我们 上帝也没收这祝福 有些人说 我没有什么学问 身上都是疾病 无论怎样 上帝说像我这样的人也能行 当我进入到基督里的时候 所以我们没有绝望 在基督里一切都是盼望 信心正是让我们领受这盼望 基督的盼望 这正是在基督里时我们有盼望 这一切都是能行的 任何人都是能行的 大家知道耶稣 两边 有两个强盗 有两个盗贼 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 而当右手边的强盗 告白我是罪人 我是个恶人的时候 就得到了赦免 罪得到赦免 今天我们也一样 我们向上帝承认 我就是罪人 我是恶人 求主饶恕我的罪过 当我们承认告白我的罪的时候 我们就能进入到基督里 约一书一章八节 我们认罪 悔改 我们承认自身的罪过 我们承认告白自身的罪过的时候 使我们进入到基督里 使我们领受真理 这正是上帝的奥秘 四阶段悔改 我们好多人好像自己都在做四阶段悔改 我们却不承认自身的罪过 始终没有进入到基督里 总是跑到基督外边 加了它是一章六节 只要我们进入到基督里 这一切都是能行的 我们怎样才能进入到基督里呢 靠着基督的保血 洗罪认罪 做四阶段悔改的时候 这正是约纳的神迹 大家知道 只有上帝让我们活过来 我们找一下约纳书二章八节 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 上帝说我们能活 我们就能活 我们在鱼肚子里的时候 大家知道 在我们小时候 这个鱼肚子 这个鱼的发音 我们讲的都是土话 我瓶牧师很无知啊 所以讲话也是 讲的都是土话 我瓶牧师是属于无知的人 是没有学问的人 而上帝让我能行 我学问再高 我们也不能行 凡是靠自己的理论学的 再来他说四章三到九节 世上的学问 仅是初等学问 学到再高深 还是初等学问 学了很多初等学问 就可了不得了 这都是可赠的人 比如说没有穿衣服的 那个皇帝 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们把世上的学问 当做所有的话 就是很可怜的 世上的学问 仅是初等学问而已 这信心是什么呢 信心是要做上帝的儿子 上帝的儿子 上帝是做什么的 三门记上二章六到十节 上帝能让我们活 上帝能让我们死 我们的生死 我们的生命 是在上帝那里 这是全能者 上帝的权柄 我的疾病 上帝医治我们 或者说上帝把疾病 降在我身上 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 甚至上帝赐予我们钱财 也没收这钱财 我为什么这么贫穷 我做了那么多坏事 从来没有认罪不悔改 所以就没有钱财的祝福 所以我们正确地认清一下自己 有些人说 为什么我们的家族 富不过三代 也穷不过三代呢 怎么总有这三代出贫穷 三代出富有呢 我们就能从中领悟上帝的话语 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七节呀 在基督外边都是要去地狱的 基督外边的时候 只会有这种 世俗的规矩 而当我们做上帝的儿子 进入到基督里的时候呢 子孙千代只会越来越好 不会有这个富不过三代 穷不过三代的这样的理论 大家知道美国 虽然我评论不是很懂 美国大概也就三百年以来的历史吧 那么三百年以来 美国呢 怎样了 只是越来越好 因为美国的祖先是怎样信奉上帝的 当时去美国没有学校设施 也没有医疗设施 也没有任何的住房的设施 种地的地都不好 反而有印第安人要遭印第安人的杀害 而且水土不服 水土不喝 吃东西都是要拉肚子了 尽管这样 为什么那些人迁徙到美国呢 因为在英国信仰生活都成了假的 在英国好多人为了信仰主耶稣基督 为了信仰的自由找到了美国 这就是美国人的祖先 刚开始迁徙到美国的 那么在这里各位弟兄姊妹 换成是我们 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吗 我们都会跟世俗妥协话 哎呀 现在环境挺好的 差不多就行了 没必要非要坐船 去美国去个荒地 还要遭印第安人的威胁 我朴牧师也去美国 看了一下当时那些刚迁徙到美国的英国人的住处 当时的礼拜堂 上边有大炮设置着 就是要时时刻刻打印第安人 当时看着那些人留下来的照片 真的是流了很多的泪水 然后也有一些曾经他们穿过的衣服 我也穿上了他们的衣服 虽然外表是英国人的衣服 但是我心里我还是我朴牧师 换成是我们的话 一个荒凉的地 没有任何的设施 没有吃的 可能都会要死 那这时候我们会下定决心 带着儿女带着家庭 迁徙到那么一个荒地 仅为了 仅追求的是信仰的自由 要好好信奉主耶稣基督吗 相信我们做不到 那么美国呢 今天上帝告诉我们 如果我心里服侍了基督的话 我内心服侍基督说明我就是属于上帝的人 哥林多前说三章二十三节 如果我心里服侍了基督 基督是整个宇宙的主人 我内心服侍基督的时候 那我这整个世界 整个宇宙我都能承担得起 当我们成了上帝的儿子 当我们做了上帝的儿子 属于基督的时候 我内心能承担起整个宇宙 这是不至缺乏的 那有些人说了 牧师啊 真的能成为这样子的吗 我心里拥有信心的时候 照着信心如是为我成就 哪怕通过乌鸦上帝 我成就一切 好多信徒现在没有得到祝福 还在辛苦 这时候赶紧领悟我现在属于基督外边 根本就没有进入到基督里来啊 上帝是赐予我们一切好的祝福的 因为上帝是全能者 这世界是属于上帝的 上帝支配管理这一切的世界 只要我进入到基督里 我也是属于上帝了 所以上帝说了 只要我们属于基督 上帝就是我们承受的亚伯拉罕的产业 这基督正是奥秘 而我们呢 却没有领受这上帝的话语 所以首先领悟我根本就没有进入到基督里 有些信徒说了 来教会听讲道 就觉得应该能行 怎么一会儿又不行了呢 大家知道吗 我们心里服侍基督的时候 无论我身处什么的环境 我们不会被世俗所沾染 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八节 宝贝永远在宝贝 我心里有这个隐藏的宝贝 正是主耶稣基督 这时候无论去哪儿 不会被世俗所沾染 大家知道 有些人做生意做得还挺好的 肯定那家人知道怎么来 知道怎么做生意 就是有个秘诀 就是常常喜乐 哪怕我是在路边摆摊 那摆摊的摊主 喜乐总有笑容的时候 这生意做得也好 那有笑容有喜乐的 这心态首先是心灵是喜乐的 而脸上没有笑容的时候 我心里呢 总爱挑毛病 总爱狡辩 上帝告诉我们 上帝告诉我们 哪怕我们坐在一个地方 我们一起居住在一个环境里 但是每个人的心里的心却不一样 比如说家里的兄弟姐妹们 有些兄弟成功了 有些兄弟没成功 肯定有差距的 常常喜乐的人 心灵充满喜乐的人能成功 而总爱挑毛病 总爱狡辩 总爱不乐意的人 肯定总会遇到困难 不顺利的 而常常喜乐的人 从父母那里也能多拿点东西 而总爱挑毛病 总爱不乐意的人 父母反而也不愿意给 在家里都是这个样子 在外边能成什么样子呢 在外边肯定也一样 也不受欢迎 如果这个人常常喜乐 这个人心里总是喜乐的话 我们为什么聘用员工 我们都喜欢脸上带着笑容的员工 这时候能教很多回头课 面试的时候一定是看面相 脸上有没有笑容的 而这笑容肯定一定是要在基督里发自内心的笑容 不是光强硬 伪善的笑容啊 我心里喜乐的时候呢 我心里喜乐的时候呢 分明是我很有确信 分明是我对这件事情很自信的时候 我心里是喜乐的 面对这件事情我特别有自信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时候心里是喜乐充满的 而突然慌了 哎呦 这事我可不知道怎么办 我不知道啊 我不会啊 这时候心里就慌了 心里也没有笑容 这信心是上帝赐予我们一切的喜乐 罗马书15章13节 上帝赐予我们信心 就让我们什么都明白 让我们什么都懂 这时候喜乐就充满了 佛教有句话 说心心相应 还有以心传心 这都是来自上帝的话语 上帝赐予我们信心 这时候让我们喜乐充满 让我们面对什么事情 都让我们懂 都让我们明白过来 我曾经不懂的 我曾经不明白的 而通过上帝赐予我的信心 我全明白了 全领悟了 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哦 原来是这个原因 原来是这么回事 这时候喜乐充满 就很开心 所以在座的各位年轻人 大家心里常常喜乐的时候 就能找到好的工作 哪怕被辞职的时候呢 脸上没有笑容的人 很快就被辞职 而脸上经常有笑容的人 老板是不会请回家的 最近大学生也很喜欢 在外面打工 比如说去加油站打工 找了很多大学生打工 但是这些大学生 脸上没有笑容 大学生不知道怎么笑 不知道怎么迎接客户 所以呢 老板呢 就换了一些带着笑容的娃娃 就是 用 就是气球娃娃 说这个人都不如一个气球娃娃 气球娃娃 表面上还是带着笑容的 我们人怎么连一个气球娃娃 气球模型都不如呢 大家现在领悟了吗 我连一个气球娃娃都不如啊 所以这原因是出在我们身上 而确实 我们是自己想笑 是笑不起来的 当我们明白了才能笑 我心里慌了 心里不懂 什么都不明白的时候 肯定是没有笑容的 心里总是慌张的时候 脸上也是慌张 没有笑容 而我心里什么都明白 哦 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心里是自然就充满喜乐的 罗马书15章13节 信心是让我们喜乐充满的 脸上是带着笑容 心灵是有喜乐的 上帝让我们常常喜乐的生活 而我内心没有信心的时候 是笑不出来的 是没有喜乐的 拥有信心 上帝让我们醒茶 我内心有没有信心 上帝让我醒茶 我现在有没有笑容呢 我内心拥有信心的时候 上帝赐予我 这喜乐的心 让我们夫妻关系和睦 这一定是要亲身体验了 才能明白 有些信徒说 牧师啊 我家 我家丈夫 我家丈夫和我 肯定是不行 上帝说能行的 有些信徒说 牧师啊 我生下来 我天生就是这个模样 就曾经有一个 预言故事嘛 狐狸呢 狐狸能在盘子上吃东西 所以这盘子跟狐狸很吻合 而有些人说 我呢 是个花瓶子 花瓶里装的东西呢 狐狸是吃不下的 说 我跟我家丈夫就是不合 而上帝把我们都融化起来了 让我们成了崭新的新品 所以就能行 哥林多后书 五章十七节 当我们靠着基督的宝血 洗醉 认醉 进入到基督里的时候 哪怕我曾经是一个盘子 上帝让我重新融化了 让我重新做一个新品 当时有个预言 就有鸟和 就是有个鸟和这个狐狸的故事嘛 鸟呢 在花瓶里 装水才能喝 而狐狸呢 狐狸不能喝这个瓶子里的水 狐狸呢 只能在盘子上 在盆里装下水才能喝 所以这狐狸跟鸟 就相互刁难对方 我能喝水的时候 看着鸟不能喝水 而当我们靠着基督的宝血 洗醉 认醉 进入到基督里 上帝能把这盘子变成花瓶 上帝也能把这花瓶变成盘子 这时候我们两个人 就成了一条心了 所以只有在基督里 能让我们有新的开始 这是全能者做的 只有全能者使我们做新的人 我们要做上帝的儿子 拥有信心 正是要做上帝的儿子 这一切靠着基督 这一切靠着基督的宝血 洗醉 认醉 进入到基督里 越南书二章八节 越南的神迹是什么 越南的神迹就是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崭新的新人 时时刻刻 总是进入到基督里 总是成为崭新的新人 耶稣来到这世上 耶稣来到这世上 为我们显得神迹 正是约拿神迹 马太福音十二章 三十九到四十节 耶稣亲自跟我们讲的 约拿的神迹 就是让我们什么样的人都能行 有些人说 我都毁了自己的人生 毁了自己的生意了 上帝说 只要进入到基督里也能行 约拿书二章一到八节呢 约拿书二章一到八节 讲的是 耶稣我们的主 约拿在于肚子里 三天三夜先认罪悔改了 约拿书二章八节 我们来读一下一二 约信奉虚无之神的人 离弃怜爱他们的主 阿们 我们再来读一遍一二 约信奉虚无之神的人 离弃怜爱他们的主 阿们 约拿书二章一到八节 上帝是要把好的一切 全给到我们 而这一切正是通过 基督的奥秘斯基段悔改时 我们得到这一切的祝福 这正是耶稣向我们显的神迹 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 以道成了肉身 来到了这世上 行了很多神迹 使贪子站起来 这一切能力 行一切能力 为的是让我们信奉主耶稣基督 而耶稣向我们显的神迹 唯独是约拿的神迹 约拿书二章九节 约拿献感恩感谢了 约拿书二章一到八节 就是三天三夜认罪 做了悔改祷告 而耶稣 耶稣本身是要 约拿这感恩感谢的 而我们是罪人 我们需要认罪洗罪之后呢 还要向主耶稣基督 献感恩感谢 所以 这感恩感谢 这是上帝的旨意 感恩感谢 我们拥有信心了之后 在这信心 靠着这信心 向上帝献感恩感谢 各路叙述二章七节 我们真实的有信心的话 一定是有感恩感谢的 当感恩感谢的时候 就有奇迹发生 如果基督耶稣 进入到我们心灵里 靠着基督的宝血 写罪认罪 直到有感恩感谢为止 这时候基督耶稣 进入到我们心灵里 约拿书二章九节 我们读一下 一二 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 献祭于你 我所许的愿 我必偿还 救恩出于耶和华 阿们 我们为什么 一定要先感恩感谢呢 当我们感恩感谢的时候 上帝使我们得救恩 使我们去天国 耶稣基督是要 悦纳这感恩感谢的 而大家和我们是被造物 我们是要向基督耶稣 感谢 约拿书二章九节 我们再来读一下 一二 当我们先感恩感谢的时候 使我们的灵魂得救恩 在这世上 第十节 这些段悔改着基督的奥秘 使我们进入到基督里 我们靠着基督的保险 洗罪认罪 直到有感恩感谢为止 这时候进入到基督里 这时候我们向主耶稣基督 献了感恩感谢 就能让我们活过来 比如说我现在遇到了很多困难 我现在身上有疾病 尽管这样 我们靠着基督的保险 洗罪认罪 直到有感恩感谢为止 向主献感恩感谢的时候 这一切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这正是基督耶稣来到这世上 为我们实现上帝的旨意 我们找一下马太分 十二章三十九到四十节 耶稣为我们显的神迹 正是四节段悔改 这约纳的神迹 我们得不到祝福 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入到基督里 马太分十二章三十九到四十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耶稣回答说 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 求看神迹 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 再没有神迹 给他们看 约拿三天 约拿三日三夜在鱼渡 在大鱼渡腹中 人子也要这样 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阿们 人子也要这样 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我们也要像主耶稣基督一样 三天三夜在 要认罪悔改 而我们呢 不愿意做 不愿意做的时候 就是邪恶淫乱的 跟法利塞人文是一样 面对上帝的话语 我们人只有圣从 这才是做人的本分 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 圣经的话语 不能有任何的疑问 也不能有任何的疑惑 好多信徒来问我 苹牧师 我苹牧师就说 这位信徒真的是要找死吗 我不懂啊 我没有认罪 没有悔改 所以才不认识上帝的话语 约恩义书三章六节 是因为我有罪 才读不懂圣经 耶稣回答了 邪恶淫乱的世代 才会求神器 才会有疑问 心里有恶念的时候 我已经离开了信心 马太分十五章十九节 我心里有罪恶 有恶念的时候 而这一论罪 是身体里发出来的第一样罪 我身体里的罪 心里发出来的罪 已经让我跌倒 离开了信心 这时候就属魔鬼 总有疑惑 总有疑问 那么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首先认清我自己 我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总有问题 总有疑问 说明我是个邪恶淫乱的人 才会想提问 好多人来我瓶牧师 这里提问题 我倒是不责怪这些人 您可以提问 但是首先你要认清你自己 是不是我内心是邪恶淫乱的呢 有些信就说 哎呀牧师啊 我发现我真的是内心邪恶淫乱的 这样认罪悔改的时候 反而是得恩典 得祝福的 而总是带着自己的问题 总觉得自己挺聪明的 却不认识自己是邪恶淫乱的罪恶 这时候是个最可怜的 法利赛人文士 很是瞧不起上帝的话语 这都是犯淫乱罪邪恶的 法利赛人文士 所以我心里有怀疑的时候 罗马书四章十九到二十节 我心里有怀疑的心 这时候我心里没有信心 才会有怀疑 不相信上帝的话语 这时候赶紧领悟认罪悔改吧 我心里有怀疑的时候 就跑到基督外边了 总会遇到问题 总会遇到灾难 耶稣向我们显的神迹 唯独约纳的神迹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甚至有些信徒 很是瞧不上上帝的话语 在这里坐着 都在大卡锡大卡锡 对付上帝的话语 很是藐视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正是上帝 大家还在藐视上帝的话语吗 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四节 这都是法利赛人文士 成了法利赛人文士的话 总会遇到问题 遇到困难 总会遇到事业上的不景气 还不懂得认罪悔改 还不是羞耻吗 好多人随便来教会 什么是认罪悔改呢 认罪悔改使我洁净 好多人照着上帝的话语 一不经意间又藐视上帝的话语了 结果还是会遭受灾难与咒诅 在这时间 上帝改变我的生命 上帝为我抵挡住一切的灾难与咒诅 真切地志愿大家和大家的儿子 领受这好的祝福 我们告白 我们成了上帝的儿子 我们进入到基督里 使我们做上帝的儿子 靠着信心 使我们做上帝的儿子 我们找下三门记上二章六节 上帝是谁呢 上帝是做什么的 我们呼喊阿门来相信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如实领受这祝福 三门记上二章六节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回到家 大家读到第十节一二 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 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 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 使人卑微 也使人高贵 阿门 读到第十节 往后读 也有提到 从粪堆中提拔 提拔穷罚人 上帝能让我们死也能让我们活 我们正是要成为这全能者耶和华的儿子 当我们进入到基督里属于基督的时候才能做上帝的儿子 只要我们成了上帝的儿子 那这时候我们就能得到上帝的保护了 我们来读一下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二节三节 创世纪十二章一节我们要顺从上帝的话语 好多人不认识怎样才能顺从上帝的话语呢 创世纪十二章一节大家都很了解 但是今天读的时候我们可能今天刚刚领悟 原来是这么回事 原来我还一直没领悟呢 创世纪十二这一二三节我们读一下 一二 耶和华对亚布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往我所要只是你的地区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 那奏主你的我必奏主他 地上的万俗都要因你得福 阿们 我们属于基督的时候 我们也能领受亚布拉罕的这产业与祝福 使我们进入基督耶稣里的真实信心 使我们做上帝的儿子 怎样才能进入到基督里呢 首先 我最放不下的 上帝让我放下 我也要放下 好多人说 离开他 我可活不了 而上帝说离开 那我就要离开 这就是顺从 创世纪十二章一节 上帝提到的是顺从 那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有顺从吗 我们从来不做顺从 好多人说 我先装模作样吧 对付对付一下 反正 我看上帝话语的时候呢 好像特别的顺利 好像挺开心的 上帝给我试探的时候 我要如实的顺从 这才是合格了 好多人不顺从上帝的话语 我们顺从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上帝给我们的困难 我们都要如实的遵循 这时候才能得到 创世纪十二章二节的祝福 做祝福的全员 创世纪十二章一节 当我顺从了 我才能得到第二节祝福的全员 成了祝福的全员 我们就能领受这第三节的祝福 上帝为我负责一切 上帝保护我一切 创世纪十二章一二三节 我们再来读一遍一二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富家 亡我所要只是你的地区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给他 我必赐福于他 那奏主你的 我必咒主他 地上的万族 都要因你得福 阿们 使我们做祝福的全员 这一切都是靠着基督 当我们做四阶段悔改 进入到基督里 使我们也做到约拿的神迹 当我们向主宪感恩感谢的时候 上帝赐予我们齐心 这时候使我们领受 亚伯拉罕的产业 就是创世纪十二章一二三节的祝福 无论我曾经属于什么 这时候领受不了圣灵 只有我把一切全放下 全丢掉的时候 才能得到圣灵 我们曾经属于世俗 但是我把世俗的一切 全断开 全扔掉 进入到基督里 这时候能领受圣灵 当我进入到基督里的时候 就能成为有福的人 彼得前十四章十四节 我们进入到基督里 就是我能断开世俗的一切 我曾经相爱的 我曾经所喜乐的 凡是属于世俗的 我全都能断开 靠着基督的保血 洗罪认罪 进入到基督里 这时候可能会遭受世俗的辱骂 这时候正是让我成了有福的人 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 奉主的明志愿大家 今天领受这祝福 进入到基督里 来做有福的人 领受这亚伯拉罕的产业 相信我们照着上帝的话语 如实的顺从 就一定能得到这好的祝福 我们一起来得到这祝福吧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我们不知道 怎样才是离开本地 离开本俗 今天靠着基督的奥秘 使我们基督的基督里 正是让我们与世俗断开 使我们成为崭新的新人 使我们有新的开始 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 在基督里使我们领受圣灵 我父啊 今天我们刚刚领悟过来 我们告白 一直以来我们舍不下世俗 放不下自己心里的贪婪 我父啊 我们向你告白 一直以来 我们总是放不下自己的过去 不愿意领受上帝的祝福 我们今天刚刚领悟了 求主使我们靠着基督的宝血 洗罪认罪 进入到基督里 使我们成为祝福的全员 这时候使我们百分之百领受上帝的保护 使我们得到上帝的保佑与保护 使我和我的儿孙领受上帝的祝福 上帝啊 求主使我们做上帝的见证人 使我们在这世上通过我们的生活 来照亮身边的人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尽情地认罪 做悔改祷告 进入到基督里 使我们放下一切 使我们进入到基督里 离开本家 离开本族 离开故乡 全放下 全丢掉 全扔掉 这时候才能进入到基督里 使我们成为祝福的全员 只要进入到祝福的全员 只要进入到基督里 成了祝福的全员 任何人都不会害到我们 因为在基督里 只会得到上帝的保护 真切地祝愿大家领受 这一切好的祝福 这一切的保护 是和我学生的那种 最后这样子的观众 这一切的保护 晋得到 一切的保护